素食朋友又可以來參考一下囉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個 也是算早午餐裡面的一個 算是經典啦 薯泥蘋果堅果可頌 今天都是菜 是不是很長 把所有料都放進去就對了 重點就是要做我們的薯泥 把零薯我們先切塊 直接把它蒸熟 趁熱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壓碎 搭配一點紅蘿蔔 它顏色可以比較漂亮一點 加水煮蛋 拌進去又多一個蛋香氣 然後營養也會比較豐富一點 加優格 那優格的量我覺得很看狀況 畢竟它還是有個酸味 放兩湯匙就夠了 加一點牛奶 牛奶加的量多少就看你的濕潤度 因為馬鈴薯每個含水量不一樣 蒸出來的含水量也不一樣 給它一點鹽巴 黑胡椒顆粒 增加香氣 白胡椒粉 還有一個小廚的獨家祕方 登登 自己去 登登 小廚的獨家祕方就是這個 起司粉 在這個沙拉裡面加起司粉呢 我覺得它會非常好吃 你加越多了它的 一個奶香氣呢 我覺得就會更重 醬絲潤度呢 你們覺得差不多的話 其實就OK喔 試試試看 剛剛好 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來組裝囉 準備了呢 可壽 配上我們需要的生菜 來挖上我們的薯泥 配上我們一點蘋果 堅果 胡椒乾 那一個非常清爽的 屬於蘋果堅果可壽 就可以分享給我們素食的朋友囉 早餐吃一個這個 絕對飽足感非常夠的 而且營養又均衡囉 那大家記得試做看看囉 掰掰 搭配我們一個蘋果醇氣泡水 絕對是非常適合的 讓我們的氣泡水 哇呼 OMG喔 好像啤酒喔 非常清爽的早上 祝大家愉快